新一輪疫情已經持續超過三個星期 政府最近公佈了超過70種認可進口的快速抗原測試試劑 今集《小貼士》就帶大家開箱幾款市面上賣得到的測試試劑 都可以認證 以下就是我們買到的快速測試試劑 最便宜8元就有交易 大家買的時候記得要留意不同試劑的測試方法 一般份有鼻腔採樣、口腔採樣及口含式採樣等 而市面上買到的大多數屬於鼻腔採樣 相信大家最關心的除了是價錢之外 就是適時的大小 今次我們就用這支全城業化的華大基因做對比 第一盒開箱的就是8元的荔枝試劑 它的內容物是比較多的 不過包裝上面是沒有位置給你承托試管 而試管和稀釋液又是分開 操作器上真的有點不方便 接下來我們先看看色紙的粗幼 我們用華大基因做一組對比 可以看到分別相當明顯 第二盒就是這個中原匯吉 看到它是跟多了一塊紙皮 應該是給你承托試管和稀釋液 喜歡DIY的朋友就有福了 看看色紙的對比 之後要開箱的就是這盒10元D字頭的牌子 老闆說它是厚含色的 我們走了很多間藥房 只有一間可以買的 內容物只有一個膠袋 還有一個測試棒 不過它的外形真的有點像是厭刃棒 使用方法應該都是比較簡單 怕督鼻的朋友就可以選這個 接下來就到18元的L牌 可以看到它說明書是彩色的 還有繁體字 可能這就是它比較貴的原因 稀釋液和試管是一體式 亦都有位置給你承托試管 本來我以為這盒的色字已經算比較大 但跟華大基因拍在一起 真的要一山橫有一山高 現在就試試這盒價值$28的H牌 跟最便宜的盒比 價錢相差三倍又多 包裝設計上的這兩條線真的非常特別 稀釋液和試管都是一體式的 亦都有位置給你承托 但除了貴一點之外 真的不知道有甚麼特別 不過問過老闆 老闆就說 這隻貴一點 正確度就高一點 我們對比一下色紙 最後就試這個我們買到最貴的便利駝 這個牌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包裝上面是有著名度 適用於後腔或鼻腔採養的 而說明書上面 都有說怎樣在後腔採養的 一樣都有位置給你承托 再看看色字的大小對比 市面上亦都有5G裝的快速測試劑 給大家選擇 例如這個Y字頭的牌子 平均7.4就有一支 便宜一點之餘 又不怕製造太多的包裝垃圾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